好嘞 各位同学晚上好 这次非常感谢上班给这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开始的话我是总结了挺长时间的 应该是在三四月份就一直在总结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做的就是一个凹口 为什么做凹口好啊 凹口的记录点特别多 而且特别容易好把握 我之前也听过就说其他的一些学长 关于凹口的一些分析思路 大部分是讲一些在买卖点的集合上 但是我今天讲的内容的话 可能更多的不是侧重于买点或者卖点 我大概是讲的一个思路 我们怎么样看一只股票 就是我们自己拿到一只票 对这个票后市的方向的预判 它会走出什么形态 然后什么形态我们会用什么状态去做 其实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在做每一只票的时候 是要慎重考虑的 我自己的话呢 不是很喜欢说今天买一只票 明天就卖了 后天再换一只票 就像刚刚上班说的 如果说你看好的一只票 你长期跟踪它 你获得利润肯定会比天天换来的快来的多 在这里的话呢 我自己就是一种结了大概对凹口思路的几个要点 第一首先一个凹口的本质 凹口是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会有个凹口 这方面还会讲到在盘面中怎么样发现阻力 它的下一步的动机 它是什么 然后再发现潜力凹口 就是凹口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我们去预判它 也就是说我们预知它可能会走出什么形态 然后怎么优选这个凹口的类型 包括有一个涨幅空间的一个预测 凹口的话呢 它还有在不同级别都适用的 不管是小周期还是大周期 日线或者周线 其实它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 就像量学 它可以用在日线 也可以用在周线 还可以用在30分钟 甚至我们的分时都可以用上 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行情 上涨行情和下跌行情 它不同的行情间 它的一个区别 它是怎么演化的 这是第一部分 好了 我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案例 我确认一下听到声音清不清楚 我看一下 声音清楚 画面都清楚 好的好的 好的 行 首先我们看这支票 这支票我也没有刻意找 我应该是大概是随便找了一支票 之前有跟过的一支票 我画了一个画笔 我画了一个画笔能看到吗 画了一些线条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 好的 我这是一个画笔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一个票 它什么情况会有凹口 我们从左边开始看 比如说这支票 在文化镜头这个位置 这里的话呢 是应该是百分之地量群 前面还有 就从这里而言 它是一个百分之地量 从价值上看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穗羊 阿曼森 也就是说在这里 按照量学的三千规律 卖在买先 装在散先 这里没有人卖 为什么没有人卖呀 因为价在量线 价格没有出来 持仓的人 他不愿意卖 没有达到他的心理价位 然后随着股价的上涨 这个拉伸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两天的一个实体 是比较大的 实体比较大 那意味着 它的政府比较大 上下波动空间比较大 那从这里一看到 成就量就出来了 因为价格上去了 有人卖了 盘中的打压 就会把人洗出去了 这就是主力洗头开始了 然后从这里一直往上走 还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假音 放高量的 又是主力 专家干的事 第二天一个展停板 同时量也不小 这三天 因为价格的出来了 然后盘中的打压 吸筹 就是洗盘 把前期持股的人 全部干掉了 一直到凹口 左侧这个位置 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主力在这一波上涨过程中 它有没有出货 这里是7块多 这里是14块 翻了一倍 但是按照我们从K线形态上去看 这里主力是没有出货的 所以的话 我们要看看这个主力 它会怎么走 谢谢大家 好 不好意思 抱歉 剛剛那個麥松了一下 抱歉 我們之前看一個阻力的話 它的建餐週期 它一般是分段的 一般的話會在底部打底餐 或者在這些地方打底餐 然後用另外的一部分資金 進行洗盤 換磚 換籌碼 然後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主力籌碼應該已經拿夠了 怎麼樣 看它拿夠了嗎 我們從後面的行情能看出來 它在這裡 經過了一個震盪的 一個洗盤的一個空間 一個區間 這裡的話就正好就形成 我們所接觸到的一個奧口的形態 好 我看下一張PPT 抱歉這個PPT是第一次講 可能講的還是有一點點緊張 講得很好很好 沒事 講得很好很好 沒事 講得很好很好 沒事 好 繼續 好 就是這樣說 一個磚在這裡吸過OK了 那麼它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洗籌碼 然後一波下沙 在這裡的話可以看到 是屬於一個洗盤的動作 比方說我是一個磚 那麼我要看一看我的籌碼拿夠了 那麼我如果要拉伸的話 我必須要看一下那些跟風盤 或者是佛籌多不多 在這裡洗盤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的量 說下來了 說明這一次洗盤 就是有一定的成效 因為洗不出量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往上拉 就比方說那個 老闆跟那個操板手說 你幫我洗盤 洗盤 然後呢 操板手說洗完了已經沒有量了 然後呢回去報告老闆 然後老闆說不行 你再去確認一下有沒有洗好 然後他又來看了一次 你看真的沒有量了 比第一次量小了很多 然後呢報告老闆老闆說行 OK 那我們走吧 就回去了 在這個過程中的話呢 我們注意一點 從這裡到這裡的一個區間的話呢 挺大的 這裡大概是11塊 這裡大概是15塊 有差不多30%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 如果主力一口就拉上去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的話呢 在這裡我們看到 主力來了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在這裡有一個 回踩的動作 這個回踩的動作 就是把這一部分 跟風盤的人洗出去 然後從形態上來說 我們一般就可以看到 長蠅加長腿 一個縮量的動作 對 好了 然後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看左側 一個細節是什麼 我們 我之前 我這一次去北京聽課的時候呢 發現王子老師說 有一個就是四維看盤 有一個15%的空區間 然後正好和我自己 之前總結的一個區間 比較接近 也就是說這一波上行過程中 主力是沒有真正的洗盤 我比方說 如果說我在這裡買的 這裡買的人 我基本上沒有機會出貨 因為在這些地方 如果我不怎麼看盤的人 是洗不出去的 像這些就是最多是三四個點 四五個點的一個區間 然後這一些雖然是一個假 假假沿線 但是它是沒有虧本 還是賺錢的 所以在這裡是沒有出貨的條件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又是可以看到 它連這一個大量子體都沒有破 所以在整個這一波的話呢 它是沒有進行過洗盤 真正洗盤的動作 是從哪裡開始 就是從奧口這個位置開始 這個振幅是超過15%的一個空間 只有超過15%的空間 才能把那些跟風盤 或者是已經獲利的人洗出去 比方說自己我們說 賺了50%對吧 這8塊到14塊賺6塊 或者80% 賺80% 你跌兩三個點 你肯定不會動 但是如果說一下跌10% 20% 你走不走 你肯定要走 在這裡看到應該大概是在11塊 而這裡的話呢 應該是在14塊 3塊錢應該是在20%多 所以的話呢 它用了一個有效的震盪區間 才能把它洗出去 這就是專家對付普通的一些 一些散後的一些洗盤手法 左邊的話呢 一會兒我講一些案例 能夠看得出這些專家 他是怎麼洗盤的 就是說他的左側的行為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發現潛力凹口 還是根據左側上行的 這一個阻力的動作來看 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我畫了一些關鍵的一些位置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位置這裡的話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一個明顯的背量 也是一個高量 對吧 這裡有一個高量不破 背量不穿 這裡有一個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其實在這裡也是一個小背量 對吧 這裡又是背量不穿 而且還是跳空的 靈海有不補 然後這一個大陽底 這裡基本上也是沒有破的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高量 也是沒有破的 就是在左路上行過程中的話呢 我們通過量學的一些基因 可以發現阻力的一些意圖 我現在基本上看一看這票 如果說他自己這個上工動作裡面 只要沒有大於15%的政府 這些都不是 這些都不是洗盤的 所以接下來這種票 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洗盤的一個行為 然後我們看看他怎麼 就是說在什麼地方容易出現那個凹口形態呢 比方說這裡凹口還沒有出來 這裡都沒有 這裡都沒有 在哪裡看 其實我們從量能看到 大概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 從底部上來一波拉伸之後 到某一個階段放了很大的量 賣在買先 加在量先 說明在這裡 肯定是會有很多人在賣盤的 這裡賣盤是誰賣的 之前我跟劉伟有過一些交流 我也請他說過一些東西 就大概就是說 主力在底部 比方說他買了10個億的資金 那麼這10個億他是不動的 然後他用另外大概10個億 在中間做來回的震盪 震盪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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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高位的時候 把他原有10個億的資金 這個10個億的資金 全部賣掉了 幹掉了 然後怎麼賣 就在這裡砸盤賣 同時的話砸下來之後 他可以在這裡接便宜的籌碼 因為他如果說空盤的話 我們可以從盤面上可以表現出來 然後再拉 再去再確認 再拉上去 其實他從這裡開始 用他的這10個億 另外的10個億 在這裡做了一次洗盤的動作 然後等他一直拿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是18塊5毛7 7塊2毛4 7塊4毛2 也就是說他這個10個億的利潤空間 接近多少倍 7塊4毛2 兩倍多 他到這裡至少是賺了20個億 加上他本身這些資金 所以說他專 就通過整個這樣一個上市區間來完成這樣一個 吸頭和洗盤和拉伸的一個過程 當然這個票後面怎麼走 我們不用管他 我們用量學來看很簡單 這一個高量度出來 全扔掉 想都不用想 我這裡寫了一個高量密集區主力指揮部 什麼意思 就是說凹口左側 這個位置 是專家他必須要堅守的一個位置 這就是我們之前用凹口來看 因為凹口左側 右側 這一個位置 他必須要被 他這個位置是需要被突破的 沒有一個票說直線上去 然後直線下來 沒有這種票 然後凹口的話 他有幾種類型 就是剛剛說了 左側強攻不休的 就是左路基因特別好 包量 背量 零號 還有一些環境線之類的 然後還有多元連動 就是有跳空 我們看看剛才那支票有沒有跳空 這支跳空不多 等會我按例裡面有一些票 可以看一下 然後一般完成凹口後呢 就是右封平過左封 就是這個右封 一定要平這個左封 或者是超過一點點 超過的話 然後你回踩嘛 對吧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封是這樣子的 下來上去 下來上去 沒上去 沒上去 這個凹口就沒完成 自動凹口沒完成 我們就繼續等 等他完成凹口 對吧 如果他還有這樣子 那我們就不用管他 我們就等這種回到凹口這個位置 超過更好 這就叫做第二個 那個就說要完成凹口 要完成凹口 這裡起了是第二次回踩 就是換檔的位置 優選不低 第一次的那個回踩 就是煞車位 第二次的量更小為加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比他剛才那個票 那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煞車 對吧 煞車位的量 是在這裡 這是換檔位的票 換檔位的量 就煞車換檔嘛 這是換檔位的量 第二次的量的價 第二次的價格 略高於第一次 第二次的量呢 略小於第一次 這種會更好 當然這是看個股來 也不是很絕對的 然後二口左側下跌的類型 優選主動跳空下跌 就是表面主力有利而為 就是主動下跌的 高開向下為被動 這是我們學的 老師王子老師的東西 比方說這支票 這支票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能看到 這裡就是第一次 跳空 這是一次主動的跳空 所以說這個跳空 我們更加能證明什麼 整個這一波上來 主列 它一定會有一個 蓄謀已久的事情 就是什麼 要做一次洗盤 然後從主動跳空 這裡我們也能夠去論 這個意圖 然後在這裡的話 就是 凹口止跌 底部止跌 就是換檔位 第一個陽線 這是凹口帳法裡面的一些細節 因為我今天這裡主要不是講 凹口的一些買賣點 我會大概提一下 這支票我看一下有沒有 那就是換檔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 這一個陽線 優選是什麼 長陽矮柱 這個是不是長陽矮柱呢 是的 我們相比前一天看 這一天是個十字星 這個量是這麼多 對吧 然後但是第二天的實體那麼大 第二沒有多多少 我個人認為它也是屬於長陽矮柱的一個類型 長陽矮柱後面一般會有什麼 老師王子老師說過 應該會有跳空 這裡果然有跳空 對吧 這是一種比較良好的信號 就說明這個票我們選對了 然後後面有跳空相當的動作 然後呢該做什麼元帥柱 開始進攻 這裡就是個元帥 這裡是個元帥 當然在這個票這一波過程中的話呢 跳空的位置還是有好幾個 這個票就說在這裡來看的話呢 還是不錯的 而且我們從基因上看下面都是紅肥綠色 都是非常不錯的一個狀態 對 OK 凹口右側的回馬槍 然後郵選長陰加長腿 說量 如果有說量三一二一會更好 是哪個位置呢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叫回馬 我這裡叫回馬槍 就是屬於凹口的一個回馬槍 這裡 長陰加長腿 對吧 下跌以上位 然後呢這裡是說量的 这里就是 这一笔的用途就是在 把从这一波开始的跟风盘 在这一次全部把它洗掉 比方说就像我们学校学的轮 你在这里买了票 你可以不走 对吧 一直到这里没问题 如果你说你还不走 主力经过这三天的打压洗盘 你不走才怪 对吧 当然我们只要走的话 不在这里走 我们在哪走 这个高亮柱出来 破底我们就走 很简单 然后凹左风凹肩风 然后那个凹右风 优选有三一二一 红飞绿寿的 刚好这个票就是什么 这个票正好就是有红飞绿寿 对吧 红飞绿寿很简单 然后这里是缩三一 这里又被缩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主动跳空下跌的时候 这个位置 对吧 接近缩被晾了 这些都是凹口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基因 就是能够把这个票做一个很全方位的分析 然后那个继续走 这里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的一个涨幅空间的预测 在回马枪的这个位置 我这里写个三号位可能没票号就要出来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三公第一阶段的高低点空间有50% 50%可能从图形上看没多少 但是从数字上看还是挺多的 你说你100万一下赚了150 赚了50万 应该很不少了 这个数这个值50%的话呢 是作为参考 他不是说一分钱不差 这是只是一个预测空间 那在这里的话呢 是12块钱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是18块五毛七 12块的一半6块 就是18块对吧 这个位置 开始到这个位置 这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值 比方说做这个票 从这里发现以后 如果说他的一些测幅 基本上第一波 他后面涨多少我不知道 但最起码我眼前看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第一价格到了 第二又放的高低量 不管37211 我先把钱拿到手再说 这是这个测幅 因为大概就是在刚刚说的 50%左右会有抛压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因为在这里 就算装控盘的话 他不可能一个人 把所有筹码 全部都拿在手上 不可能的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砖 或者一些实木之类的 那一旦 当达到50%的时候 那很多专家 他的目标位就是说100万 我们先目标为50%对吧 到了他就跑 从这一天我们能看到为什么 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是跳空 接近我股地 有可能是展停板开盘的 然后一直往下砸 砸下来的 说明什么问题 的的确确 这里真的是有人跑了 拉到展停板 打下来的 肯定是某几个砖 或者是之类的 内斗 有了先跑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做这个票 我们都不走 说好了到100块 他 你不干了 先给我跑了 对吧 这种事情肯定有的 就我们把工房设好 就OK了 就说比如说这个票 如果他后面还涨 那很简单 我们高量顶化一个线 王子老师有教我们 就是如果说上面的安全线过了 那我们再买回去 对吧 这个很好 很好去控制 风险也控制了 利润也能控制 第六小点就是 大周期与小周期的实用性 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属于日线形态的 然后呢 还有周线形态的 这里有两个案例 因为周线和路线这个形态呢 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现在是把这个思路的东西说一下 这支票很有意思 这支票是什么 是我在T21群那一天晚上的话呢 我当时没有做PPT 我就是记性的讲了这个东西 当时应该 我记得刘伟应该也在 我们一起交流 就是后来也论识了 后来也论识了 因为T21 T21期我是第一次去上高级班嘛 然后呢 就回来以后有个群 我在群里面 当时我就把这个思路说了一下 那天晚上的话呢 听的同学还是比较比较兴奋 可能我今天讲的都没上次讲的那么好 讲完之后呢 有个同学给我发了一支票 给我看 当时的话呢 应该还没走出来 当时的话呢 应该是在 大概是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啊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吧 我忘记了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是周线的 从周线上看的话呢 我们看 一眼看过去 这是日险 日险 抱歉 这是日险 这是日险 从日险上看去 我们看这支票的话呢 很难去把握这个票 它能走到哪里 特别是在哪里 在后面不知道 后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真的不好去把握它 它是还会这样震荡呢 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会在这里 上下上下上下震荡呢 真的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画了一个周期 从这个抽期上看的话呢 就非常明确了 这是周线 我图已经画出来了 这里 一波上涨 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来了一个下跌 完成一个凹口的动作 是不是很标准 然后同时在这个第二次这个位置 量也是很小 比第一次的量还要小 然后这一次回马枪 对吧 上下来回马枪 这一次的量 是不是 特别特别小 这些是不是很标准 所以后面又有一波拉伸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思路 为什么 因为这个票是个ST的票 这个专家可能就是说百分之五 装的太少了 他做的周期比较残 所以的话呢 像这种票 如果我们有发现 用什么方法去看这个票 都不觉得它有动作 有其他的一些异常反应 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个什么 你就把这个图形 你把它当做成是一把尺子 用尺子去量这个票 这样一量这个票 他的走势 他接下来会怎么走 一清二楚 为什么 你看这边 这边什么都没有 不叫什么都没有啊 这里就是典型的牛骨基因 对不对 地链群 这边有 对吧 有的记住 基本上没亮 然后在这一波拉伸之后 这个区间洗盘的区间不是特别大 刚刚说过 就是说 它的洗盘 如果说没有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 它都不叫洗盘 因为很简单 刚刚说的很简单 六块钱买的 这里到了十十五块钱 在这里是十四块多 我放了几倍 我赚了百分之两三百 你再跌我也不怕你 我还有钱赚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在这里 这里十七块五 一直打到多少这里 这里为止 接近十二块 你十七块 跌到十五块 这里的洗盘就很有力度了 这种洗盘才是真正的洗盘 才能把根本盘洗出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票的时候 跌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不是说不要走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选这种票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个阻力 它在干什么 这几个地方都是符合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凹口的洗盘 比如说凹口左侧 是有大门银 就是有基柱的 高亮的 然后凹口右侧也是亮亮的 这些地方都比较合适 都比较标准 这是这个票的 然后还有另外有一支 然后这一支 这支票是叫什么 叫做雅本化学 从这个票的形态上看 其实也很难看出 这个阻力的动作是什么 对吧 因为它做机太长了 都是很小碎的 这是日线 好 这是周线 把它换成周线以后 是不是很清晰了 我可能不画线可能还不清晰 如果说我把线移走 我没有这个线的时候 我估计可能同学也 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对吧 这样看过去 还是比较乱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 尺子去量它 是不是很清楚了 一波上涨 没有洗盘 没有有效的洗盘 有效洗盘的概念就是 15%以上的政府 没有 没有就不叫洗盘 所以的话 这种票 我们就等它洗盘 在这里是大概是16块多 这里的话 大概是12块多 4块多 3% 40% 对吧 那这种洗盘就很有意思了 才叫正正的洗盘 那很简单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一个东西上 我还没说 一个砖苦心经营一个票 拉到这里 然后呢 它又苦心经营的 多了一件事情 洗盘是要花钱的 它要花出去 要买回来 是很费事的 这里是12月份 这里是3月份 它搞了几个月 在这里面天天搞啊搞啊搞 搞啊搞 那它肯定是有目的的 对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通过这种思路去看 这个票 它后面 它的的确确 它是有行情出来的 这两个呢 就是我用日线和周线来去分析 这种奥口的分析的一个思路 好 这里的话呢 会说到一个强势行情奥口 和弱势行情奥口 是一个演化的区别 在这里的话呢 我有一个打了个比方 很简单 这里是山顶 然后呢 一个人滚下来 从这里滚到这里 这里的时候 对吧 它摔得很痛 对吧 然后呢 它爬起来 然后呢 哎呀不行 我走不动了 我休息一下 休息好了 哎 然后我再爬起来 对吧 再歇一下 然后再上 然后慢慢走 再上去 对吧 这是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好了 如果它从这里 一直跌到这里来呢 这就摔得很严重了 对吧 然后呢 爬起来 走走走 哎呀不行 很痛 切一下 再爬 拼了力 拼了命一样的爬 终于过了这个点位了 然后呢 太累了 还是要休息一下 喘口气 对吧 喘口气 恢复一下 然后再上 最后这个最可怜了 从山顶一直跌到山脚下 可能不管它是不是山脚下吧 跌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很伤很伤了 你说它能够像第一次一样 歇一次就上去吗 不可能的 所以的话呢 它在这里 歇上去 爬 歇一下 再爬 还试着不动 还要歇一下 然后再试着爬一下 再歇 然后再爬 这是我刚刚打了一个比方 然后从我们量学 其他的 其他的事物来 来分析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喝水 平时说话不多 说多了喉咙 受不了 我们从量学来看 首先 这一个高点 如果有人买了 一直跌 跌到这里的时候 这些人全部被套了 对不对 我们回想一下 往思维看板法里面 思维里面 有一个什么 老师说过一个 L型的一个筹码转移 还有V型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用15%的区间 去把筹码换下来 一次 这一次最起码 这些人 这个区间的人 是不是都解放了 好 行完成了 这一不能干掉了 下来 上面的人 这些人 就跟着 哇 你跑了 我没跑怎么办 结果完了 又下去了 这些人 眼珠子都加下来了 所以 好 这些人的话呢 已经有那种 很想解套 的心态了 那阻力在这里的时候 又来了一次 15% 20% 可能还过了这个高点 然后呢 想下来 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这里其实很多人 可能大概这里的时候 这里已经干掉了 然后这一波呢 在这里的时候 有可能跑出来了 因为筹码是对等的 这些买盘 一定是有了卖出去的 然后呢 在这里再来了两次 差不多这些筹码都快下来了 这是在属于第一个套楼盘 几套的人 他的一些洗盘的方式 因为他刚刚说了嘛 他摔的轻一点嘛 他两下就上去了 套楼盘二的人 就是有这么多人套楼盘 这里 这里 在这个位置 这些人套楼盘 可能会更伤一点 在这里是区别在这里 我这只是简单的画了两次 这里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这个位置 这只是个四一 四六的四一 就说他经过两次的洗筹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洗掉了 然后呢 这里又来了两次 估计 这一部分也下来了 然后拉伸 那最起码 最起码什么 最起码在这些筹码的人 全部消化掉了 对不对 经过 一二三四五六 对不对 那么这些筹码 可以暂时不管他 为什么 因为四维看办法里面 我们很简单 就是上面的压力盘 压力位 我们先不管他 因为我们只要把 这一部分的人 洗干净 OK 那么我最起码 有这个理论空间在 对不对 那后面就是走一步 看一步的方式了 那套楼盘三 这一部分的人是最惨的了 不好走的 因为套楼盘太大了 所以的话呢 他在这里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他还在下面 还没上去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用拗口思路 看盘分析 关于套楼盘解套的一个行为 刚刚是下跌的 这个是上涨的 其实思路是基本上是一样 这是三脚下 对吧 这一本获利盘 如果获利盘这么多的时候 你在这里洗一次盘 这些人全部给你了 因为这个区间如果是有15%的话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加起来的正负就有5-60% 像这些 获利盘 撞了的人 如果说从这里 到这里 是50% 举个例子 那你一个15% 两个15% 这些人全部干掉了 这里呢 是属于什么 属于相对低位 如果主力在相对低位的时候 有这种行为 那他就是在吸筹 这一部分的获利盘 是很容易被洗掉的 如果说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的获利盘比较多 所以的话呢 如果他要完全把这些 获利盘洗掉的话呢 他的区间 就要比第一次 这里又来个少少多一点 如果说在这里 他要把自己获利盘 全部消化掉的话 他花的时间会更多 不过我这里要说一句 在高位的时候 除非这个砖 他有远大的抱负 远大的理想 比方说 这里是10块钱 他要涨到100块 他会做这种事情 如果说这里是10块钱 这里已经是80块钱了 装在这里 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的 他在这里就开始出货了 在这里 把手上的军全部出干净 之后拉一下 全部白白 所以就回到一个什么 位置 决定性质 这就是我们学量学里面 高量低量柱 其实它也是最重要 所需要依据的一个关键的东西 所以这个二口形态 也是在高位和低位 必须要去理解 它所带来不同的意义是什么 好了 在这里我要发一个图 这个图我是在QQ群里面发过 应该可能同学也看过 这个是大盘 当时这是28号 这是28号的 我大概就是用这个思路去看 首先的话 我有这里写了一个什么 凹口形态 凹口是什么形态 凹口就是任何行情下 洗筹码的信号 在上涨的高位 凹口就是洗筹出货 专家不可能 专家要建仓在这里建仓 对吧 他不可能跑这里来建仓 这是上涨 我正好在这里画了左边两边 左边两边 然后一波下跌以后 这里是不是低位 下跌底部低位 凹口是什么 本身说了凹口是洗筹的信号 洗筹无非是出货 或者是入货 那在高位洗筹 那肯定是出货 那低位洗筹呢 肯定是入货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当天我在自己 我自己是用这个思路去看 这个形态出来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还是看多 当然有没有什么系统风险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我当纯的 从我这个思路去看的时候 我在这里我只能看多 因为我是按这个思路去分析的 这是28号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在 在体里面发了一个图 我说总的怎么样 不知道 我先发了图再说 这里我就把右边下跌的那一波画出来了 我回到刚才那一波 刚才那个图 首先很简单 看刚才所说的 左侧三公 这一波上来 中途你是看不到有很明显 15%左右的起盘的区间 没有 说明主力在这里一直都没有洗过盘 所有人都赚钱的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就要引起一个警惕 高量就真的好 对于前面这一波行情 这个是最高量吧 这个是不是次高量 我们学了那个 就判顶三绝里面 细节我不记得 就是说 我大概记得 就是大概有这种思路 特别要注意 然后在这里完成一个洗头以后 再拉伸 然后来了一个回马枪 踩了一脚 这些都是比较符合 刚才所说的二口的形态 这是大盘 这不是个股 所以说这个形态的话 它不单纯是用于个股 大盘分析 各方面的思路上 从思路去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是高位 高位就是出货 然后低位 这里的话 在低位有一点区别 是什么 有不一样的 在这里 这里不一样 因为低位的话 在最低点的时候 这边左侧这一波的量 是必须是大的 因为阻力要在低位接货 所以这里的话 和这里的二口的形态 的量有一点反着 反过来了 就说下跌第一次的踩底 这一个量一定要大 第二次踩底的量 一定要小 这里都是很符合 为什么要小 因为阻力在这里吃够了 如果他没吃够 他在这里再吃 那不是傻吗 他在这里花10块钱买了 然后在这里一花15块20块又去买 不对 对那阻力要吸收 阻力是很 那刘伟经常说什么 你叫做聪明的资金 对吧 刘伟 聪明的资金 这里是聪明的资金 干了事了 然后这里是标准形态 然后这里回踩一脚 回踩一脚 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二口形态的形成以后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一天真的是没有 这一个大跌 就是在27号那一天 这个大音出来以后是超乎预料的 超乎我估计很多人预料 预料之外的 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变态 为什么 在这一天的变态 就是说这个音柱特别大 量柱还是缩的 所以说在28号那一天 我当时看的就是说 这一个变态的长音 然后呢 这个呢还是个平量 这里的话呢 这个腿不上船嘛 还是有腿 可能腿不漂亮 不是不是拱立 但是这里整个形态来说 还是属于一个基因的长音 长腿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在22群发过 发过这个图 可能可能有些同学 看过的话 有一个印象 然后呢 这是今天今天的图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发的 刚才的话呢 我们记不记得到这个图 哪个图 这个图 记不记得这个 刚刚看这个图 如果说这大盘是 大盘下跌 跌得特别伤 伤得特别狠 它一次是起不来的 明白吧 它一次是起不来的 所以的话呢 它又来了一次 但第二次的凹口 一定是比第一个小 一定比第一个小 这是属于三个类型 凹口的形态 正好大盘 在这里目前来说 当然后面 系统新风险有没有 不知道 我只能说 暂时我从我的分析事录去看 这是一个大凹口 大凹口 这里是个小凹口 清清楚楚 这里的量在这 这个量在这 对吧 第一个 二口洗盘 我们能看清楚 刚刚我说了 底部第一次的量 是一定要大 因为主地在这里吃货 第二次的量要小 说明主力吃的差不多 也在吃 但是肯定比第一次要吃的少 如果说第一次为建餐 第二次为补餐的话 那肯定来说第二次 得量比第一次要少 或者不能这样说吧 还是那个思路 就是说第一次放量 就是见底信号 主力确认这个底部了 吃很多很多 第一天把接了一堆票 第二次才赚 然后这里也是很明显的一个 对吧 这是今天早上 我重新画了一个图 重新画了一个图 因为这个图画的不是特别标准 我重新画了一个图 相对高位 对吧 相对低位 这是今天走出来 这个K级一出来 全中国的股民都开心了 我也开心了 最起码我自己 也判断对了 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上班波我什么时候讲 我就说今天讲 今天我判断对了 对吧 我现在这时候大体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嘛 你没思路 你哪有出路呢 对不对 OK 我可能讲的和其他的学长讲的东西 可能方向有一点不一样 我这边没有说买卖点 这是您细节上的东西 欧口团员常见的几个表现形态 就是以沙尺换展来定义欧口内 两次确论洗盘的行为 欧底换展出现两个王牌柱 元帅加黄金柱加提示变异柱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话 看一下两个王牌是提示变异 我看看那个票有没有 稍等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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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有提示变异 但是在这里的话 有几个地方就是什么 刚刚说的在奥底 奥底这里是一个刚刚说的 这里是一个长阳矮柱 第二天有跳空 没错吧 这里是个元帅对不对 好在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里也有个元帅 跳空的 也就是说像这种 在奥底有元帅的票特别好 这有元帅 这又有元帅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形态 一种现象 我们可以从量学的角度 去抓这种票 这些都是基因 因为在奥底 奥口的话它容易是回奥口 它容易很多有T3 就是有T量柱 看看有没有变异 然后换挡过分温和放量 或者平量或缩量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换挡后 就是回到左边形成奥口 回到那个风口的时候 就回到这个奥口的时候 这里不是我们经常已经看到 有奥口平量柱吗 对吧 奥口平量柱 对吧 然后这里是过奥口的位置了 这是就是这里显得 属于过奥口的那个细节 就是奥口的奥口 这一边如果是高量的话 就要小心第二天滴开 或者恐龙 就是哪一个位置 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过奥口的时候 注意这个量 如果量是高量柱 一定要注意什么 注意它要有回踩 它踩到哪里不知道 它是踩奥口线 你不知道 它是要踩到下面去 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持股的人 先跑了再说 它踩到哪 那是它的时候 我们借信号再做 因为在这里的话 它有可能会跳空 然后往下杀 这是过奥口操作的细节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对啊 高量恐龙波这些 换档过风后 北踩一定要缩量 就是回马枪的那个位置 就换档 刹车换档 过风后的回踩 过风后的回踩 一定要缩量 有一些票呢 是当阴长腿 然后有一些是双阴长腿 像刚才那个票 我看看有几个阴 这个票呢 就一二阴 双阴 双阴加长腿 这个就是你看 一个 两个阴 双阴加长腿 然后有一些是单阴加长腿 这是奥口 就是右侧 回马枪 回踩那一次的一些细节 加油换档 就是换档后 出现高量或的倍量 重点关注 T4是否变异 也就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换档嘛 换档位 就是在奥口第二次回踩 换档出现的T量 出现的高量或倍量 就是有没有T4变异 它是否在T4柱上面 T3柱如果是高量 那就关注T4柱 对吧 然后那个 它如果说有在一个没有过风的时候 就是换档 其实如果它可能还没有过风 那就看它是不是变连成下 有没有一个环境线 再看这举例 这个是T3 这是第一次刹车 这是T4正常回调 对吧 没有问题 这里没事 T4这里没变异 1 这里是1 2 3 这个T4没有变异 对吧 但是它后面还是回踩了 也就是说奥口刚才有说 就是完成奥口以后 一定要等一次回踩 当然你这个要看个股的情况了 如果像这个票来说 它已经是高量 那我们就提防它 对不对 然后这一天的话 其实它这里是跳空音的 它没有过顶 没有过顶 我这里说快一点 当过在时间里9点多了 换挡后跳空或掌停 刚刚说了 刹车换挡跳空 就是长江矮柱 矮柱第二天跳空的 那是不是有元帅 刚刚是有元帅 对吧 如果说掌停的话 票是阻力很强势 这是因为爆发力强的 换挡两天内最好是缩量 就刹车换挡 两天内最好有缩量的 就是说驾展量缩嘛 那个形态上其实就是驾展量缩 环境柱底部元帅的质量会比较好 这个极印刺羊 它就是属于在凹口 凹口右侧的那一次了 出凹口第一次回踩 刚刚说了 就是回马枪那一次 出凹口右侧 第一次回踩 优选长阴加长腿 就是长阴短柱 长腿踩现更好 就是刚刚说到这里 这里长阴长腿 双阴长腿 这是出二口第一次回踩 然后出二口回踩当天 长腿当日收盘过 出现就出二口后的回踩当日 应该属于长腿那一天 不是就长腿那一天 如果长腿那一天 当天是收羊 过二一位 但应该很强 每个人就可以进去 就是长腿那一天是羊线 但大部分是阴线 如果是下上一位 就等第二天确论 论和回踩都需要两三天 就是凹口右侧 那个回踩点 回踩点一定是有两到三天 就是当阴加长腿 或者是双阴加长腿 如果当阴加长腿 这是两天了 你一定要等长腿第二天 你再确论它 对吧 这也是两到三天了 你可以按预定环境中来做 预定的主思路来做 因为这种票的话 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是过凹口 它不是说 它过凹口 你选中了 它一定涨 它有可能是要晚几天 这个你要看暂停历 就是这个实际的 这个票的凹口的形态 它有没有说具备爆发率 比如说你要关注一些 说备量 对吧 比如说那个 我看看这个票还没有 看那个票还没有 等会样例里面有几个票 你像这个票一样的 它这个票 说的还行吧 这是说三一 如果有说备量的会更好 说备量的会更好 不过这个票也不错 说三一 然后呢 这里是几个板上去 还可以 只是能够回踩 然后暂停密码 OK 凹口止跌后 我刚刚说了 就是凹底止跌 就是换挡位嘛 还是那个位置 优选长阳矮柱 后面将有跳空 对吧 该柱将成为元帅柱 即开始主动进攻 然后呢 我们要回到来看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就一定要注意 假如说 你判断这个是凹口 这里是换挡 这里是凹口 假如是后面还没有啊 后面还没有 后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还没有回凹口 在这里 假如说 你判断它是一个凹口形态 它这里是刹车 这里是换挡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是长阳矮柱 跳空了 你打进去 对吧 好 没问题 你赚了这一波 OK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什么 如果说 它把这个跌破了 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无论如何都要走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真底 明白吧 真底是不能被跌破的 如果它是真正的底部的话 这个永远都不会破 目前这个票还没有破 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说做错了 我们预判它是要涨 但是它跌下来了 那说明这个票有问题 这个票不是按我们二口去走的 它肯定会出了问题 我的声音听得清不清楚 刚刚有同学说听不清 清楚 打个一 谢谢 清楚的 好好好 好 OK 谢谢 云姐来了 感谢感谢 高大大也来了 OK 其实我知道 我就说 我讲的这个东西 真的很通俗 很易懂 没有说很多一些特别高深的东西 把理念 就是分析清楚了 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关于分类的几个地方 这里凹口过风分类 第一个 这属于标准的 就是 其实这里应该不用写了 其实因为我之前还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 当 就是在这个 这个奥底啊 它就是个微字形的那种 然后一个回踩上去了 当奥底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双踩 双踩奥口 其实就是指这个双踩 这两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不用想 可能我打了字 让大家怕有误解 没事 就是双踩奥口 两次回踩 就是一个刹车 一个换档 两个位置 好 那双踩奥口 线下回马腔 好 这里说一下 就是 双踩奥口 一 这是双踩奥口 线下回马腔 就是这一个位置的回马腔 就是这一个位置的回马腔 这一个回马腔 我叫做线下回马腔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简单 他这个择奥口 他过不了 他过不了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在这里 买了这个票 一直涨到这里 很开心 对不对 跌到这里走不走 不走 跌到这走不走 还不走 跌到这呢 不对了 还不走 到这呢 不行走了 好 有人走了 对吧 然后呢 还继续跌 还继续跌 还跌到这 走了一部分 可能还有些人没走 但是妈的跌了这么多 我不行 我就等 如果跌到我一半 这个位置 刚好到一半没走 行 那我没走 好 没走 行 上去 然后人家想 你看我真没走 没错吧 结果的话呢 没上上去 又下来 哎呀不对 又下来了 这也受不了 走了 这里就是奥口洗盘的一个 可能我说的比较 说的比较多 就是有一些细节 我可能漏了 就是分析主力性格 洗盘的一个 一个位置 我能够找个票来说 这里有很多案例 要不我现在找个案例来说 比方说那个中国系电宝变电器 中成果分 能不能看到我这个软件的画面 看到打个1 可以 可以 好 好好 OK OK 我找一个票 点心一点的 好 就这个吧 这个是我自己亲自 我自己做的票 这个票 我就是按奥口思路做的票 那 首先呢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折点 信号转折 一波上去 很猛吧 你看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对吧 这里还有跳空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 16块多 算到17块 17块一下到28块 17块到28 11 11的话 11块17 百分之五六十 至少有五六十 一二三四 不止啊 至少有七八十 对吧 如果说OK 我们在这里买了票 主力让你发财 让你赚大钱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时候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因为这里都是 涨停板拉上去的 涨停板 拉上去 那要花钱 为什么 因为他要封板 有了卖当 他全部要收掉 所以在这里一波来说 主力全部在里面 他没走 他就在抢筹码 好了 我在这里买了 我就等他 比如说这个票是17块 不行 这个票我觉得可能涨到100 涨到50 对吧 好 我们假想嘛 散户都这样子 拿了半年不动 然后呢 这个主力 这个时候呢 想着我吃饱了 对吧 但我还没赚钱呢 怎么办 洗盘吧 那洗不洗 怎么洗 那我们就看盘面的表现了 然后呢 在这里你看到没有 这个区间 还没有这个展停板的区间大 也就是说他不到10% 我在这里赚了钱 到这里来 他没有让我出货的理由 没有让我出货的机会 因为他洗盘的力度太小了 好了 那我们在这里先画一笔 在这里的话呢 我没我什么都没画 这里的话呢 你就怎么样 但他什么都不是 根本不管他 我们从哪里开始看 从这里开始看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28块 这里的话大概是23块 28到23块 跌了5块钱 5块钱比28 接近20% 对吧 是不是刚刚说过 15%的政府 因为我之前在总结的时候 我是在上个月 我去北京 应该就上个月 对上个月 就是上高级班嘛 二十八号跟二十七 我听到王子说 那个思维康码 一说15% 但是我一听 我很开心 我说哎呀 王子老师说的东西 跟我想的一样 15% 就说至少要15% 你才能把它洗出来 所以的话呢 他在这里 来了一个标准的动作 不过这个票呢 有一点点小小的 刚刚区别是什么 因为他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和这个低点 第二次低点 其实是稍微矮了一点点 是矮了一点点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我是怎么看呢 我就直接画到这吧 我就直接画到这吧 因为第一次的下来以后呢 你可以看那个量 第一次的量在这 对吧 然后第二次的量呢 你看 看见没有 这个量很漂亮 让我觉得这个量很好 所以我都认可 这个凹口是OK 没有问题的 然后 回到凹口之后 这是上量 这里也放量 是不是凹口起座 这里是不是一个凹口的附近 是不是凹口附近 这里不管他 这里不管他 最起码他就是说 在凹口附近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里都叫凹口起座 好 然后接下来 我是在哪买的 这个是截图 不能放大 没事 我是在 我看一下 我是在 我在这一天 看到他 不是发生 是跟踪他 跟踪他 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一个 假阴真阳 假阴真阳 有点怪异 然后第二天 过了这个位置 第二天 我就打进去了 因为这里的话 刚刚我有说过一个什么 单阴加长腿的 洗盘模式 就是回踩的那一次 这里的话 是一个单阴 这里是一个长腿 然后单阴加长腿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个层要亮 这个单阴下来的亮 这个长腿的亮 对吧 是不是很OK 因为还是回到 刚刚说的问题上 因为这里是个展停板 展停板封单的 封死的 展停板的 那肯定是阻力挂了钱 在那里的 有了卖它全收的 然后第二天一个缩量 说明阻力没跑的 然后长腿这一天 又是一个缩量 所以的话呢 我在发现它异动的时候 假阴真阳的时候 我在这里干出关注它 然后第二天 确论以后 我就打进去了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差点把我洗出来 在这里把我 差点把我洗出来 还好我没出来 然后我一直做 做到这一天 我走的不是最高点 大概在这个附近 看一下啊 刚才有说一个测服的 这里多少钱 这里是26块 大概26块 26的一半是13块 大概49 这个还没有到 这个没有到 但是这个形态出来之后 我肯定要走了 肯定要走了 一个高亮柱 这个票我就是完全 按照这个拗口的思路 跟踪它 一旦有机会给我定 那我肯定就打进去 这个就毫不犹豫的 这样子就到了是吧 不不不 对到了到了 刚刚看错 说错说错 抱歉 这里是看一下 这里是26 26加上13 对39 抱歉 39 这一天最高点是42 39在哪里啊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住在这一天 39 刚刚我说的测服 就是说在回马腔 这个低点往上走 有50% 50% 这个是我按这个测服来 自己来那个的 这是产量投资 刚刚还说的有一个票 对 中国西建也行 保便电器 请我看一个 就看那个吧 保便电器 好 保便电器 看一下 保便电器 这个票 看一下这里是多少钱 这里是12块 对吧 12块 没错 12块加上一半 加上6块 等于多少钱 等于18块 这里是18块5毛7 18块在这一天 这个测服也是OK的 然后保便电器的话呢 这个一波上去 下来 上去 下来 上去 一个回马腔 上去 其实赚这个50% 还是很爽的 然后还有中国西电 中国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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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波上来 对吧 这里呢 没有大于15%的起盘 都没有 都没有 连这个大洋都没有破 对吧 对不对 没有起盘 然后这里一波上去 符合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形态 然后一个下来 上去 下来 上去 对吧 完成了 然后回踩一脚 上去 那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刚我说过 凹口有分底部凹口 和顶部高头 凹口 上涨的 看顶部凹口 下跌的 看底部凹口 对吧 那这里很简单 很明显 这是一个上涨的凹口 对吧 上涨凹口 至于凹口是出货还是干嘛 我们不管它 但是我们有机会做的点位 我们自己的空道 这里是10块钱 10块钱加上5块 15块 这里最高是14块三毛九 这里也是14块多 差不多 14块多到15 差几毛钱 也算OK 也算OK 这一波上去 对吧 也是符合这个形态的 然后这里的话 是双一 加长腿 然后成交量 在这个位置 也是缩上去的 同时这个票的地方还是很标准 这里整个形态完成之后 你看这个成交量 对吧 奥口的位置 这个成交量还是不错的 这个成交量非常好 还有好多案例 我这里要看一个案例 有一个 但是我有看一个票是什么 这是标准的 还有好多 或者我随便翻个 翻快一点 把变电器 三推股份 三推股份在这 前面的一段 前面的一段 这里没有大约15%的吸盘 它可以有个横盘 然后这里是完成一个类似的动作 这个不是特别标准 但是用这种思路去看的话 还是可以 这个量对吧 然后回踩一次 OK的 没问题 也这个 左侧起注 这里左侧也有起注 对吧 也OK 这个多少 看一下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 7块5不到 7块5不到的话 7块4 1半是3块7 加一下是 这是10块 加1块1 就是11块1毛 这里最高点是 11块05分 11块05分 是不是也比较标准 这里 对吧 也是50%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案例 很多案例 然后非标准的 我就 我找一个非标准的 非标准的 你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我都忘记了 因为好几个月前洗了 OK 没标准的 洛阳木叶 是这个吗 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不标准的 这种比较凌乱的 不看 为什么这个 这个票我可以 我也可以画出来 奥克在哪里 这不好画 其实按自己的感觉画吧 按感觉来画吧 如果说这里画的话 我大概在这个位置画 大概在这个位置画 为什么这个 这个案例不好啊 就是不好的案例呢 因为它在这里的话呢 就属于 有横盘 有震荡 这个震荡区间也不少 虽然说 它这里形成一个凹口了 但是这种不好 这种不好 不是要我们要的内心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左侧 啪一下上去的 长得很快的那种 有跳空的那种 OK 我再往下走吧 这里 然后 过风后回踩的 刚才是在 刚才是这里 你注意看 刚才是没有过风的 刚才是没有过风的 没有过风的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过风回踩的 是不是啊 国金股份 中国动工 看一下 这是 这是 这是我 6月份 打写的东西 国金证券 对这个是过风回踩的 这个是这样的话 也没算很过风吧 你看到这里 它刚才那些票的话 回踩是没有下来的 这个票为什么会下来呢 其实我们看看左侧就知道它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你看左侧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走的就不是很干脆 是吧 这里搞了好几次 其实这里的政府已经有百分之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差不多有 这里是 二十三块左右 这里是到十九块 差不多有百分之五以上 所以说选票的时候 就是左侧一定要干净利索 它后面的形态才会漂亮 大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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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左边这一波上去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很特别猛 也不是特别猛 这里这里洗盘下来的时候 也是碎碎碎念碎碎念 不是特别好 像这种 不过这个票我做了 这个票我真做了 这个票我大概应该就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了 反正前是赚了 但是后面走得太碎了 我就后来就没搞它了 好再过 过去下面 凹口过锋 对这个 这个类型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位置 是小小的回踩 它这个不是在凹底下面回踩的 这个形态不一样 对 刚刚我说成江投资就是这个形态 你看啊 成江投资 对吧 它就是在凹口线上面 凹口线上面做的回踩 这种 计划集团 对计划集团我要说一下 计划集团这个票 为什么要说啊 计划集团 你觉得很标准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一次在21群 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做PPT嘛 我讲了这个思路以后 我讲完以后 深圳的一个同学 我加过他 他还加过我的 他就第二天就后来就问我 他说这个票属不属于 我后来一看这个票太标准了 你看这个票 这一波上来还不算特别猛吧 但是它后面还是可以 这里不还可以 然后呢 下来上去 下来上去 这都回踩 然后一波上去 你看第一次 第一次的亮 然后第二次的亮 对吧 这里非常漂亮 然后第二次回踩的时候也是 说三一 这是双阴 加长腿 很标准 然后上去了 他当他当时发给我的时候 应该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他肯定是赚了好几个点 应该有有板 后来后来怎么走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票按照案例还是不错的 我看看这个测幅 我看看这个测幅够不够 这里的话是大概是9块5 9.5乘以1.5 大概是4块7毛5 加上9块5 大概是13块14块2毛5吧 对14块2毛5 这里是14块 14块2毛5在哪 14块2毛5 大概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附近 也可以了 对吧 这里50% 就算你不走 后面你还是要走了 OK 好 这是计划国海证券 行 我继续往后走 怕耽误太多时间了 快10点了 然后这个的话 我还没有说细看 就是因为这些 就是不是特别特别标准 走得比较强 如果说追进去的话 它随时会有回踩的危险 因为像这种票的话 你看它一波下了 V字形反转 V字形反转 这种票不太好做 因为我看了很多 因为V字形反转 你不准它V字形反转 你如果说跟进去了 它可能再来一个洗盘 对吧 也有可能洗下来 这个你也不知道 因为在这里 如果你是伺候看没问题 当时你盘做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说用安排 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属于一个刹车一个换的 我们这个是可以用量学去确论的 这种比较安全一些 这个是单阴 就单踩 单踩就是一个单踩 一个Mate性的踩那种 所以还是也是有分线下的线上的 还有这种的 形态都是智商类 大概是 差不多讲完 最后还有一点 二口确论与跟踪 就是左锋的确论 就是高亮柱群 就是在左锋这一片的话 一般会有一个高亮柱群 就是说阻力在这里 有很多展停板 攻上去 攻上去 然后呢 再回来洗盘 这是这个高亮柱群 背亮柱的话呢 就是在左侧这一波 上展过程中 这里的话呢 会有一些背亮 这个图我是示意画的 这个不管它 就是左侧那一块 基因那一部分 然后成交密集 就是量比较多嘛 大音跳空大音 第一次集贴15 就是当一波上张以后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有二口 但是当你发现它某一个阶段 这里跌幅大于15%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 它要来这个动作了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鱼塘里养着 不管它 哪一天到了你可以揭露的时候 你可以看它有没有机会 这就是确认左锋 怎么确认 就确认左边有没有到高点 这边刚刚说了 有高亮柱群 然后有背亮柱 然后呢 成交密集 在这个区间 然后呢 当第一次大量跌下来的时候 然后你知道它 这里就是个左锋了 这里是左锋了 这是确认左锋的一个方法 然后奥底确认 刚刚说的老板和操盘手的对话 就是怎么说 老板说 我们拉了这么多 我们要洗盘 好 操盘手去让它洗 洗完了 对吧 老板我洗完了 你看三号位置 洗都没亮了 老板说 洗的好不好 不知道 你看 他洗到这里 洗到三号位 然后呢 回到四号位 老板在四号位等他 他跟老板说 洗好了没有 我洗好了 然后老板说不行 你再去看一下 然后下来看 五号位量又更小了 然后他说 老板你看量又更小了 洗完了 行 洗完了走轮 这是老板跟操盘手有对话 完成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还是刚刚要求 第一次跌下15 第一次回拉 集阳 集阴次阳 中线放量为家 就是刹车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刹车以后 回去 这些地方 这里是集阴嘛 对吧 那集阴次阳 肯定会有一些几个阳线嘛 如果是有中阳线 更好 然后这里是凹尖峰 这里是凹尖峰 凹尖峰为什么要放量呢 凹尖峰要放量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让人把筹码交换过来 把筹码交换过来 因为他本身洗二口的 那个目的 他就是洗盘 所以的话呢 你的凹尖峰 一定是要放量的 如果凹尖峰不放量 这种票呢 他反而还更小心一点 因为他就不正常了 就说洗盘没有效果 然后再刹 再缩量 就是换档位 你看 就是五号位 是再缩量 然后回凹尖峰 换档 完成 就是回六号换成 然后右峰的确论 是什么确论 确论右峰有没有出来呢 就回拉接近左峰的高度 就是说凹尖峰在 左峰在这 回拉到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 诶 右峰有可能就确论出现了 然后呢 连续中到大阳 跳空回拉 是指哪里 是指换档位上去 这个位置上去 有中到大阳 有跳空上去 然后呢 平了左峰 所以六号点呢 就可以确认为一个右峰 明显的成就量形态 就是有梯量 有背量 有高亮柱 就是哪里 就是左峰的这个位置 六号点这个位置 有高亮 然后呢 有梯量 或者说 它在下面有背量 或者可能这里有背量 这是确认 右峰的位置 就是说通过这几个方式的话呢 就可以 可以把一个 因为我们要做凹口吧 你一定要确论 你左边你要确论 它开始出现了 然后我们就等它 对吧 完成这个动作 那完成了凹口没有呢 你就用这几个形态去确论它 就完成一个凹口 那完成了以后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关注 它是不是单阴加长腿 双阴加长腿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按照亮学的方法去抓它 这个呢 要确认一下 就是说 因为不同行情 它的一个回马枪 就是回马枪 就是凹口完成 凹口完成之后的 这一次回踩 这一次回踩 就 长阴加长腿 如果踩到某个支撑点 更好 如果说在这里 有一个元帅 对吧 踩到元帅 不错 对吧 或者这里有个黄金柱 踩到黄金线也行 对吧 实体都OK 就是有底 更好 然后实体不破凹底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回踩下来 尽量不要破这个凹底 如果你一定要踩到这里来了 那就已经不正常了 一般回踩来说 如果你把自己专家成本都干掉的话 那就不对 所以说 这里写的是不要破凹底 长腿不要破凹底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连刹车换挡位都不要破最好 然后离凹口越近越好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回马枪 这个整个都是回马枪的话 就是说 这一个凹口 离凹口越近越好 如果说你跑到上面去踩一脚 那就属于另外一个性质的了 一个回踩了 这里的话 肯定是有高量柱出现 那是这里要出货的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离凹口越近越好 就是说 你在这个回踩的时候 不要离凹口太远 就回踩 你可以上一点点 像刚才的投资一样的 在这里回踩 或者下面回踩 都可以 都可以 就不要太远 早踩早换 就是说 你跑上去踩也行 但是他回踩是一定有的 99都会有 因为很少有个票 一直打手 比较少 基本上很难见到 然后越狠越好是什么 就是起跳前的动作 踩一脚 踩上去 又下蹲起跳 起跳的动作 这个意思 就是阻力破绽嘛 这里就是 他踩的一狠是什么 狠 一般狠 他的破绽在哪里 知道吧 他的狠 他的破绽就在这个 双阴 长腿 这个腿很长 我们那个说的 拱立的腿 对吧 这个就是他的破绽 你的腿都露出来了 你不是走光了吗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还是要 本质 奥口的本质 一定要搞清楚 他就是清理跟风盘 就是说 回马枪这一次 回马枪这一次 这一次是把 把刹车放挡 这个位置 到奥口的位置 他把这些人 洗出去 然后他再往上拉 如果你说不洗出去 他一直拉的时候 那这些人 可能随时会跑路 所以他的本质 要搞清楚 他是干什么 就是把布 全部清理干净 揭露买点呢 刚刚他其实已经说过了 大概提了一下 揭露买点 就是按马朗老说的 阳胜 叫二一位 这个刹车换挡 换挡位 对吧 你至少要二一位去论 你二一位都没有上去 你直接买进去 那你自己找死 对吧 然后强回踩 就是长鹰加长腿 对吧 刚刚说过的 买一第二天跳空 就是长腿第二天 如果跳空 你可以买一点 过二一位 你再买 满山 过阴顶尽 这些是量序基本的东西 这个我就不细说 如果长腿踩到某个精准线 而且这个形态非常好 你可以闭着眼买一点 买一百股 OK 这里几个按理计划集团 又刚刚说过了 我看一下 中远航运 中远航运之前我做过 刘伟也做过 我看到中远航运 这是计划集团 看看计划集团 你看计划集团这里 我再放大一点 我再放大一点 计划集团这边 我刚刚那个案例里面正好写的计划集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踩到某个精准点 你看这个票是不是很符合 是不是 然后刚刚又说了 这个腿很长 是拱立的腿呀 然后又是双阴 然后这个又是长阴短柱 然后这个就是拱立的腿出来了 而且还是说三一 所以说刚刚说这种票 就闭着眼睛买 是指这类票 不是说其他票 你不要乱买了 看一下还有中国西电 看有没有 中国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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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精准来点 中国西电 好像是有 在这个位置 这里好像是铺了一点 我当时记得好像盘中很快 对就是这个 没错没错 那我没错 中国西电当中我做过 它这个位置你看 你看这个分十分十我打开 分十能不能看到 能打到 能看到我分十打个一 谢谢 有累的同学可以去休息 抱歉 抱歉 耽误大家时间 有兴趣的就听 你讲 你讲 你讲的太好了 大家不要去 我没有 真的水平有限 因为在这里 是很快很快的一个位置性反转 我估计就几秒钟时间 所以它这里肯定是一个精准回踩 某个像这种 分十上我们看多了 像这种地方 一般都是 这种肯定是恐龙波 然后一般就是说 肯定是在某一个位置 踩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趴上去了 这里多少钱 看一下 9块9毛9 10块钱 你看 也是一个整数位 整数位10块钱 这里的价格是 收盘99块 你看 9块9毛9 9块9毛9 这里最低 9块9毛5 还差 还差几分钱 不对 分十上能看到 9块9毛9 对 下了几分钱 但分十上看不到 分十上就是9块9毛9 它可能盘中打下去 几分钱一下上去了 所以当时我说 这个也是精准回踩 你看这个 是不是刚才很 刚刚说非常标准的 什么 非常标准的 这个很明显是长银 长银短柱了 那么大个银 那么还缩量了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双银 双银加长腿 这个长腿 是不是跟刚才计划 计划国际那个一样 你看还缩量 美女的腿都出来了 拱力又看见了 对吧 所以说这种票 你如果是跟踪得久 有信心的这种 当天就买进去 就像我之前做那个 恒生电子一样的 我好多次基本上 都在最低点这种位置买的 当然是你跟踪票 很久以后才能做到 这种操盘的感觉 不要随便买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太晚了 十点了 然后是落回彩的双银洗盘 看一下 对没有 长江投资刚刚说了 长江投资再看一次 长江投资 放大一点 我是怎么写的 长江投资是 过又封因十顶切入 结合高量柱 倍量柱 提量柱等具体的 分析 一路长江投资 这里是提量 你看大概大概说一下吧 这里是 这里算是个提量吧 然后提示住正常回调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看到之后 这个展示码上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风险 关键位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阴顶 这个阴顶 对吧 我当天 我当时是在这个 假阴增阳的第二天 我当时是在第二天 这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我应该是假阴增阳 有信号之后 我在这一天进去的 是过了这个阴顶 我在进去的 每盘进的 我记得没错 然后他在这几天 回踩的时候 是过了这个阴顶以后 这里是没有破的 所以我当时 我想起来的没错了 我当时就是 看到这个阴顶的一个 关键点 这个点有没有破 那这个点都没有破的话 那我肯定不走 所以那三天 差点把我洗出去 这个就是操盘的细节 就是你要对一个票 分析跟踪到位 不要被盘中一下分析干掉 我们这两天不是说吗 一天开盘 9点25到下午2点45都属于净价 真正交易就是在2点45到3点钟之间 OK 这是落回踩的 然后关注右侧 是否有高亮柱 高亮柱站法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说你还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做 就是说 你就按看到奥克以后 什么都不看 你就看什么 你就找高亮柱 对吧 你看 你就看高亮柱 这个是个高亮柱 对吧 但是高亮第二天有一个阴 那么我们很简单 这个安全线 我们就是在这个阴顶上面 对不对 只要过阴顶 我们就搞 对不对 然后后面 你看 这几天的收盘 没有机会给你走 对不对 那这个后面的一波 你是不是可以拿到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傻瓜去做的话 就这样做 很简单 但前提你是要把整个 整个思路搞清楚 有了思路 你才有出路 别当中 就是说是 某些名言都说嘛 思路决定出路嘛 然后 还有一个什么 细节决定成败嘛 对吧 是怎么着 我看一下 就是说 思路决定出路 细节决定成败 对吧 你正好在我们量学上 这样用 对不对 你的分析思路 决定你的方向 但是你的细节 你在哪里介入 就能不能决定 你的成功和成功和成功 哪怕你做这个票 你记录点错了 第二天把你洗出去了 破了你的止损点 对不对 这就是失败 后面涨 你都不敢都不敢跟 OK 这一个总结就是 没了 这最后最后最后是句话 什么意思 就是发现阻力 先是发现阻力 怎么发现阻力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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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发现 就是有一波 快速的上涨 这就是阻力了 发现阻力阻力来了 那阻力到哪里干嘛 就说这一波 没有洗盘 小周期的横盘 小一百分之十 比如说 比如说 他在这里 有一些小小的横盘 不管他 你都当做他是一个 一次性的拉伸 这就是发现阻力了 然后 我认为 所有洗盘 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凹口洗盘 然后你只要发现 他哪一次 有大于百分之十五 那么OK 左锋就来了 那么你就在左锋 画一条线 等着他 等着他干嘛 如果他要这样走 那 拜拜 跟你没缘分 对吧 你还有很多鱼 你养了很多鱼 在鱼池里面 如果说 你来了一个票 你这样走 哎 对吧 那我可以找机会 就可以打你了 对不对 这就是凹口洗盘 你一定要确论 刚刚说过的 左锋 还有那个凹底 还有右锋 几个位置 然后刚刚说的一个 就是最狠的回马枪 就是 踩 就是凹口 完成后 最后的那一次 最后的那次回马枪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 最后这一次 我们买点最好的 就是哪一次 就是最后这一次 凹间第二次清理战场 加不破前低 加缩量 这一个可以 这个刚刚说过吧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第二次 就是说第二次 换挡这个位 换挡这个位 清场 不破这个位 更好 当然破一点点 你要看成交量 如果是说的很小很小 比这个量还要小 那没关系 大概的细节就是这一些 好了 我今天 等会 我分享 我还说几个案例 说几个案例 这个一定要说 还一定要说 这个不说不行 稍等 我们不着急 不着急 我们认真题 既然来了 大家 你说我们人在增加 不是在讲手 好好好 谢谢上班 然后 我看看 这几个案例 一定要说一下 稍等 这些凹口 是我昨天找的一些凹口 你看啊 这是我昨天找的凹口 这是一个刺青骨 然后这个形态上 这个形态上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波下跌 对吧 这是下跌 下跌是在底部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现在的案例 那个之前讲解 之前案例 对吧 这是有放量吸收的 吸货的 刚刚说了 底部的第一次一定要放量 因为阻力吸货 对吧 然后第二次量说下来很好 而且他在凹尖锋回踩的时候 这里是说量二亿以下 对吧 非常好 说明阻力的重码还在 没走 然后第二次说到底的时候 那个量是比第一次小的 很好 然后呢 回凹口完成了 这里呢 是一个 一个阴 两个阴 这两个阴很有意思 第一个阴是一个高量 为什么是高量 因为这个阴上来以后 阻力做了一件事情 阻力拉到这里 让这里所有的套套盘 全部几套 所以量出来了 这个量是很好的 这个量没有的话 反而不好 还不信 我就喝口水 喉咙痛 妈妈说 你喝点水 喝点水 太辛苦 我不是 我平时说的真的比较少 慢点说 慢点说 不着急 然后看这里 这里是双阴 双阴的量很棒的 你看这个量 对吧 然后这里是缩量二亿三亿 差不多 然后这个是一字板 一字板 这里一字板第二天 就有一个缩量的 这是个还是 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 假阴真阳 按道理说的话 这里应该是一个阴元帅 我放大一点吧 看不清楚 这里应该是个阴元帅 然后这一天 正好踩个阴元帅了 然后现在就看这个票 如果说这个票OK的话 就看它怎么样过风 其实像这种票 就是说 一般这种买点在哪里买呢 我个人是这样看 一般你做得准 你一定在 怎么买 急阴次阳 在次阳买 这一天是收盘价 收在这个阴上面 如果你这一天不买 你可以在这一天买 核盘买 但是你今天买 为什么不好呢 今天买 假如说今天你买了 会有一个问题 首先它不是急阴次阳 次阳买是最安全的 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判断出来了 次阳买安全性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在这一天买 会有什么问题 你看 今天是一个高量柱 倍量柱 行情好 明天它可能跳空过 没有问题 那也有可能它明天 要洗盘 要回来 因为高量柱后面 它有可能是要跌的 这个不好确论 不好确论 这是这个票 就是还是可以按照 这个凹口的思路 去跟踪这种票 对不对 这完全合适的 好 再看另一支 贵金股份 这个金帮金帮的票 我我我目前为止啊 我还没有说特别特别去聊 特别很了解 就是说金帮的那个金元宝账法 可能这里这个票 有有有金元宝的那个意思 你看这个量是对吧 这里 金帮还是很厉害的 有机会我一定要把金帮的金元宝 好好的再看多几次 你像这个票的话 这里一波下来 对吧 这里肯定没得说 然后这里是一支板的西货 这里算是放量了 左侧放量了 上去以后 凹建峰也放量了 凹建峰第二天又是被说量 OK没问题对吧 然后呢 拉上左侧 完成一个底部的形态 然后呢 等什么 等 等回马枪 这一波 这个是跌天板一支板放量的 这里是阻力西货的 因为行情不好 很多人不敢做 这是很正常 但是第二天出来以后 一个展领板 第二天应该敢做了 因为现在行情很多人都没经历过 然后好票太多 又没发现 这种票我是后来看到 我觉得哇好可惜这个票啊 按这个思路去分析这种票 真的做起来很爽的 然后几个板了 12345个板了 然后这里是又是 昨天又是架展量说 挺不错的 这个这个票一个好处在哪里呢 因为它这个凹峰啊 你看这个凹峰 对不对 三次没过 但是这个展领板是过了的 这个凹峰是不错的 过凹峰是挺好的 对所以按奥口的思路 这样去看这个票 对吧 完成奥口一个回马枪 然后呢 再上去 集中水泥 集中水泥别说了 这个票我选了没买 昨天大班低开 跳空低开 没感动 因为这个票 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呢 这是我选的一部分票 那这里一波 是不是符合底部凹口 左侧放巨量的 我们王子老师说的 九五之尊里面 其实也是说了这种 底部放巨量 就是表示阻力缺了底部了 然后完成一个凹口 对不对 是不是又一次回踩 这个回踩是一个平量 问题不大 因为这里是阻力吸货了 然后第二次是没有量出来 然后呢 在奥建峰这个位置的第二天 这个第二天 又是个接近倍缩量 这里确认底部阻力 是在里面OK的了 空旁的 或者说阻力筹码 拿得差不多了 然后在这个是 这一天是 我换个颜色啊 你看嘛 如果这一个是阴 那么 这一个就是阳 就是极阴次阳 次阳买 这个次阳买的话 那在这一天会有点小问题 可能把你洗出去或怎么样 但是这个没有破坏意味 你可以不走也行 但这个票是什么 这个票 这个票是昨天 我是前天晚上选的 因为它这里是过风了 过风的 这是过风回踩嘛 不正常 但是这一天收盘的时候 这一天收盘 它是过风了 收盘过风 也就是说 它第二天只要跳空高开 就说明这个价格 基本上问题不大 然后 第二 昨天我没敢买 因为大盘昨天不好 但是后来看到展天板 眼睁睁瞪着它上去了 这个是轻松渐化 这个好像今天打到展天板 好像是下来了吧 这个票也是之前选的 那这里一波下来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左侧吸货满足 凹肩锋放量满足 凹肩锋第二天背缩量满足 对吧 完成凹口 回踩 回踩 一个阴 两个阴 双阴加长腿 对吧 然后 这个是长阴短柱 因为这个阴很大 但是量是缩了 接近二分之一 然后呢 双阴加长腿 次阳揭露 但这个次阳揭露的话 不明确 第二天可能会把它洗出来 这里看不懂 或者说怎么可以补买它 没有问题 但是我是在 对我是在这一天 我是前天晚上选的 就是在这一天 对我画了个箭头在这里 这里我画了个箭头 我在这一天选的 就是在前天选的 但是今天的话是过了 但是打了斩地跑了就松下来了 就思路就是这样选 然后这个也是 也是因为这个也是 也是过风了 也是过风的 平量 平量过风还可以 这些都是形态非常好 非常好 只是说现在去追就没有意义了 你看这里 对吧 回踩的那一次 挺棒的 感应短注 还是一句话 吃牙买 你吃牙买 你可以少买一点点 你去了OK了 你第二天或者隔一天 你再加一点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示好止损线 就是自己的那个 不要尽量让自己套进去了 就和自己分析预判 如果有违背 那么说明这个票就有问题 这个票今天也板了 你看 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按这个思路去选 去选这个票 你看 下来上去 下来上去 等会 我把这个线去掉一下 就按这个思路去选 你看这个票 下来上去 下来上去 下来 这个票的话呢 有和刚才那几票不太好是吗 这个票底部没有放量 因为没有放量 因为没有放量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按照形态上去看的话 它已经是确认凹口右侧回踩这个动作 这个在这个掌停码的时候 我是在前天看到的 然后今天今天在这里 今天好像没版吧 这个票 没版没版 你看 对不对 这个票为什么没版 就是不好 所以说不好在哪里啊 王子老师就是厉害你 量学真的很伟大 你看 他这里没有放量 对不对 这里没放量不对 就不正常 底部在这个位置没有放量 说明阻力 他对这个票的吸筹 或者各方面 他就会有点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不如刚才那几票 涨得好 对吧 你看这里有放量 这个有放量 这个也没有放量 走着不太跑 对不对 你看比较弱 你看小颜小颜上去 行了 大概 大概 大概就 就这么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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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兄弟啊 没有 没有 我讲 讲真的讲的不好 讲的不好 各位 各位师兄 师兄 多多 多多 多多理解啊 讲得太好了 我一般来说 还能讲 总结一下的 我今天 正能讲当总结了 把你讲当总结一下吧 好好好 就是说 我们今天呢 智慧 讲了一个 核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选票的思路 和战略方向的问题 他特别的就是说 你要在市场上 你要选什么样的票 然后在选票的时候 选到手的票 现在目前是主的形态 然后你要预判 这个主力 目前走到这个位置的方向和意图 往后要预判他 走什么样的形态 然后根据他走不走的不同的形态 我们用什么样的买卖点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付这种票 这是我们今天 智慧把我们解决的一个思路的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格局很大 对我们做股很有帮助 他首先讲了 一个就是说 腕口的形态 腕口的形态呢 一个就是说 几种的表现形式 一个是在腕口的 在顶部的 在顶部的表现形式 采取的方法 以及在腰部的 所处的形态 他根据不同的下低深度 和上涨幅度 都给出了我们的答案 就这里很细 就是说 大家呢 要认真地去理解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很好地解读了 老师的攻手冲盘 老师这一本书上 有攻手冲盘这一节 但说我们看那个书的抽象 其实这里呢 就是说 我们智慧师兄呢 很形象地 把这个攻手冲盘 表现得淋漓尽致 并讲说 曾经那个于师兄讲过 他说做瓦克的 瓦克淘金的 他要找两个环金住 或者是三个环金住 今天智慧很形象地比较 就是回马枪 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 当然说 他量化了 就是说 回马枪下山的时候 有一鹰加长腿 两鹰加长腿 加精神采线 加收量 这样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遇到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采取什么的方法 去介入 如果说 激进的方法 可以在长腿的时候 你可以说 少满一点 如果说 不是激进的方法 可以 经营次养 盖全阴 或者盖半阴 进行介入 这 我们风险就小了 我 我听了以后呢 就是说 有人说听了睡不着 就说 明白 懂了再睡 今天我 听了也很兴奋 就是说有些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在做票过程当中 没有理解 主力背后的意图 我们在盲目地做 在拆 甚至连有的拆 都拆不上 就盲目地去买一种票 今天就是说 我说的 我做的中国卫星 它就是说 上面就是说 攻守充防 后面就是充防形态 而这种就是说 就是激励小双羊 加最后呢 就是说 后面呢 就是说 回马枪出任 出任以后 是最佳马日底 并且 我们自飞师中 就是说 掩饰了这个 赤福 就是说 回马枪以后 当阴 或者双阴 长头踩线以后 下面 上面有50%的空间 而想说 都已经验证了 所以说 这里解决了 就是说 我们同学们 要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以后 什么样的形态的票 我要去做 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什么样的形态 主力有什么意义 我要根据主力的意义 可以 我们和他同项去走 然后呢 就是跟着主力走 做主力的跟随者 我们大家都在说 做主力的跟随者 但是说 我们有几个能跟随的呢 因为你跟不了 为什么 你不了解主力 你不知道主力 要往哪儿走 你就根本跟不了 今天自飞开了一个好头 就是说 我发现他 他对股票的封键 包括上次在北京 讲了一个 就是说 他的操盘热情 他 就是建议行的思路 决定出路 有好的思路 就有好的出路 第二个呢 就是细节决定成办 有把握了好的细节 有好的买入点 卖出点 你就能成功 就能成功 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说 昨天是我们高教授 给我们讲 讲战略的战畜者 今天我们自飞师从 从战略的能夥 去把握主力的意图 怎样跟主力去整 怎样弄懂主力的意图 这个对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思路 今天我们牛班不在这儿 大家都跟王子老师学的 像我们这个群的同学 如果说大家都能像刘志飞 刘伟 包括我们高教授 我们班与生世忠 王世忠 那样认真的你判股票 你说不扭也难 你说做雇 如果说通过一年以后 你还在问大家的票 还在说你做股票亏损了 你都没办法说 也不好意思说 所以说今天 我就做个简单的总结 他的PPT我以后还看 看了以后再有什么好的东西 再分享 当然说这一篇自飞讲了 还不够 下次可能重复的讲 今天我们潘师从也来了 王浩师从来了 高教授也来了 就是说你们讲的东西 都真的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大家要认真地去理解 认真地去学习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去说 就是说我们潘师从王浩师从高教授也没了 也没什么 没什么就完啊 大家以热力的掌声献给我们的智慧兄弟 向他学习 向他致敬 谢谢谢谢 各位晚安 再见 谢谢